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东东古生中 佛教圣进台北农禅寺 于10月4日上午8点 首度举办水月禅跑 同时进行禅坐 禅走等项目 还有来自日本 新加坡 香港的海外民众 专程前来体验 见证这项在台湾创新的修行运动 对于600多位参与者来说 过程就是最高的收获 圣炎法师有教我们禅修的方法 它有一个历程 就是从收心 设心 然后安心 再来放下就放心 就是一个无我的境界 那禅修的方法叫我们 要从调整身 心 息开始 我们的教练也都教大家 要呼吸法 对不对 要用呼吸 大家一听就知道 这不就跟禅修是一样的东西吗 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是在做 一个是在跑而已 所以我们希望把禅修 这样子能够让大家收心 设心 安心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方法 跟运动来结合 那我们活动结束圆满 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体验到 佛法禅修带给大家身心的安定和自在 在108分钟的禅跑等活动前 农禅寺先以发誓洞禅为参与者暖身 残跑够五摘的吃饭馋 义工端出西式的汉堡 披萨 薯条 口袋饼 红茶 为参与者补充元气 四方也颁证每人一张证书 为这世体验留下美好纪念 那我们一开始就说 其实残跑本质上并不是比赛 它是一个修炼 修炼专注心以及自在心 那带着放松的身体跑动 真的就是我们想象中 它不只是一位跑者 而是一位残跑行者 如果透过一个这样的残跑练习 适当的放下比较心 更自在的话 大家其实觉得是很身心灵放松的融合 算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以前跑步就比较急 然后到可能八公里 就要快一点 这一次我就跟自己说 最近练习都是保持速度 不要快 不要慢 不要停下来 坚持 平常跑完就会觉得好辛苦 今天完全没有 我觉得挺舒服的 以后回去练跑也可以这样 就是凄于坐禅的体操 我们开始训练 坐禅的体操 然后坐禅的体操 一直在做 都会这样做 真正的感受 非常好 我觉得很好的体验 友人们来到台湾 你会来的东西 如果想象中和 亲们去台湾 我请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它说 除了铲坐 除了铲坐之外 还有铲坐的操 就是我们的八十动铲 还有一些我们刚刚去走路的走路禅 这些都是非常新鲜的 然后说如果说呢 他会去那个沖縄的时候 他会跟他们的朋友来介绍 荣蚕寺表示 水月禅跑回响热烈 禅修的基础和运动精神层面相通 禅修的快步精型 同样也有运动效果 期望大众能体会在行、住、坐、卧 甚至跑动间 生活处处都可运用缠法